這個白露之後天氣到底如何 還會午後雷震雨嗎 那溫差到底大不大咧 沒錯 因為其實真的白露之後 就像我們提到 我們一直在提這個日夜溫差很大 像早上出門真的好涼喔 因為現在外頭溫度可能只剩下 一早的時候大概二十二 二十三度 所以我們看看外頭即時影像 這天氣看起來真的是蠻好的 但是早上出門 真的會感受比較涼一些些 那今天的降雨熱區又在哪裡呢 接著把時間消給LULU主播囉 首先就是要關心了 我們要透過這個衛星雲圖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感受到了這個外頭 這是一個大低壓帶的關係 所以導致了我們現在天氣 是蠻不穩定的 前兩天這個雨勢真的是蠻劇烈的 但是降雨熱區也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而今天同樣會是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但是稍待也要透過不同的圖卡 告訴您說今天降雨熱區在哪 至於看亞洲雲雨圖 這個不穩定的環境 就是受到跌壓帶影響 只是隨著這個東北風持續把 北邊的乾空氣是帶上來 北臺灣有些地方 還是有局部短暫雨的部分 水氣逐漸減少 但是午後熱力作用降雨熱區 就偏向的是中南部以及東半部 於是還可能持續到入夜之後 至於在琉球海面上的熱擾洞 週末可能變成熱帶型低氣壓 但會不會變成颱風 變成小捲颱風 這是我們要持續關注的 至於另外一個關注重點 就是鴛鴦颱風了 因為鴛鴦颱風接下來就是要往 日本關東方向來 而且今天就會登入日本關東 其中東京的部分是首當其衝 而且一路可能會往東北地區 因為現在還是蠻多人喜歡去日本的 所以就要注意這個鴛鴦颱風的動態 會不會影響您的航班 也要特別注意安全了 至於在臺灣的天氣 透過雷達回波圖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開始有雷雨暴 開始下起雨來了 因為全臺各地都有一些短暫飄雨的狀況 重點是現在已經有些地方發布了大雨特曝 是在新竹縣市恆春半島 以及臺東藍雨綠島 目前是大雨特曝的範圍 之後午後降雨會更劇烈 今天的降雨熱區是在嘉義以南 還有東半部各地山區 不排除這水汽很多 可能會下到晚上甚至是凌晨 因為昨天的狀況跟今天蠻類似的 累積雨量來看到了 昨天其實最多累積雨量的地方 都出現在臺東的部分 臺東的像是南米山 還有成功不同的一個側站 都有兩百毫米以上的累積降雨 其中臺南昨天雨也蠻大的 累積降雨量在臺南市的北寮 也有一百九十五毫米 另外在屏東山地門 時雨量更是來到了九十八毫米 那今天的狀況 其實跟昨天也是有點類似 降雨熱區同樣是在東臺灣以及南部 所以這兩個地方觀眾朋友 真的要辛苦一些了 只是現在要關注的 就是雨到底還會下多久 會怎麼下 四日雨區也要提醒大家 今天主要就是雲加隱南 還有東半部各地山區 其實這雨勢都會蠻明顯的 中午大概十二點一點過後 就會開始降雨 至於明天在臺灣東方東北方的海面 是有低壓系統會改吹這個比較東北風 偏北風的一個狀態 不穩定而且水氣多的位置會逐漸的 是限縮在南部 南部的午後雷震雨 規模可能還是很大 至於中北部跟宜蘭花蓮 天氣就會轉為多雲道晴 只是迎風面的金龍北海岸 也是要注意了會有些地形性的降雨 至於禮拜天這水氣減少 午後的這個狀況也會趨緩 而這個午後雷震雨 主要就是限縮在山區附近 禮拜天禮拜一的狀況都是類似的 而未來天氣到底是如何呢 其實今天明天還是降雨的狀況會比較明顯 這個雨比較多一點點 而今天主要就是在整個宜蘭 以及還有東南部 以及中南部的部分都恐怕會有大雨 跟好雨發生的可能性 而要到晚上就會慢慢取緩 但是重點還是在這個南部的觀眾 以及東半部的觀眾要注意了 雖然雨會取緩 但雨還是會持續下 而明天就是低壓帶 在南移過程當中 中南部跟東南部還是會有雨 到晚上的時候會慢慢減少 而週日這個雨就會再更少了 但是要注意了 這幾天還有個天氣重點 除了降雨之外 溫度還是在清晨的時候偏低 這低溫大概會跟前兩天相比 再降個一到兩度 現在外頭其實有些溫度 只有二十二二十三度左右 而且加上現在低壓帶的關係 還有東北風慢慢吹東北風 所以各沿海 離島的風浪都是比較大的 這要特別關注 只是紫外線的部分 也要提醒大家 因為有些地方外頭紫外線 在中午的時候還是蠻高的 主要就是在中台灣的部分 還有在屏東的部分 這個紫外線是偏高 只是在北台灣有些地方 像是台北宜蘭 就可以感受到了 因為雲量真的偏多 或者是有些地方 真的有降雨的狀況 所以紫外線 相對來說指數是偏低 但還是要注意了中午前後 有些地方還是溫度偏高 紫外線還是比較強 出門最好是帶上雨具 因為可以防曬也可以防雨 接下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是北台灣的部分 北台灣今天雲量偏多 所以導致高溫上不去 溫度的高溫大概只有30度 31度左右 至於在中部的溫度趨勢來關心了 中部其實相對來說 最近是沒有受到了降雨的狀況影響 所以高溫其實跟其他地區相比 大概是比較高 這兩天的高溫大概都有32、33度 至於在南台灣的部分 南台灣還是降雨比較明顯 像昨天台南降雨很多 今天狀況也是類似 南部都是降雨熱區 所以高溫也是上不去的 大概只有30度左右 至於在東半部的部分 東半部雨也是蠻明顯的 而且不排除今天的狀況 也跟昨天類似 這個雨恐怕在下半天開始就會下了 所以今天高溫也是上不去 大概只有28、29度 以上這節的天氣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